嗨,欢迎来到一乐学频道 来到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我们几点迎来2022年的到来 回顾前几个月的热门话题 其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都离不开元宇宙这三个字 包括10月28号Facebook创始人 把Facebook公司更改为meta公司 宣告正式全面发展元宇宙的方向 还有类似元宇宙的游戏 The Sandbox和Centrum的每块虚拟土地 成交价已经可以去到几百万美金的交易 我在前两个月也有做过元宇宙 如何结合游戏和生活场景的视频 如果你还不了解什么是元宇宙 那么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链接 先观看这个视频 那今天的影片我们来探讨看看 从2022年开始 与元宇宙为基础的热点 将会诞生有哪八种的商业博士 和有哪些职业的新机会 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创业者 或者做生意的关注者 应该要时常保持对未来会发生的事件 产生更多的关注度在创新的商业机会上 所以你如果对今天的影片主题 元宇宙是破感兴趣的话 那就一定观看完这个视频 看看是否可以从中对你的生意或个人 得到一些启发和灵感 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元宇宙概念 吸取了大量的热度 禁止出国 封城 远程办公 这些措施使越来越多人 去探索线上虚拟的世界 不仅是为了娱乐 同时也为了挖掘商机 元宇宙已经以各种方式 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 但现在 元宇宙已不仅局限于共玩家游戏而已 它也能为人们创造真实的生活体验 比如听音乐会 举办会议 虚拟时钟秀 当然少不了充值购买 游戏道具等等 那撇开元宇宙对于个人生活影响之外 元宇宙还可以通过三种途径 来赋予企业能发展的路向 第一种 性空间 客户与企业及产品互动 元宇宙的主要商业阵地 就是为企业创造销售其服务 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空间 就比如英国最大的拍卖行舒福比 在10月份就推出了名为 舒福比元宇宙的精选NFT平台 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查看拍卖中的数字艺术品 并了解NFT背后的收藏家和艺术家 这个距离到现在 超过277年 成立于1744年的古老拍卖行 为了赶上这个元宇宙的创世纪 现在他就已经开始在元宇宙的世界中建立自己的数字拍卖行 这完全颠覆了很多人的思维 因为连那么古老的拍卖行都正在往这个元宇宙空间去发展 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维度来重塑旧行业的模式 第二种新货币 多数元宇宙都是凭借区块链技术来运转的 这使企业能够在一个完全崭新的平台上销售其服务 数位领域乐见成为全球市场的支出 而元宇宙对加密领域的容纳程度更高 再以舒福比为例 除了刚才所讲述的元宇宙平台 舒福比还在Decentrian游戏里 开设了一个NFT画廊 也就是说 舒福比的决策并非是自上而下的 而是由Decentrian的用户自行决定 这种去中心化体验的创造 离不开Decentrian的Mana货币 元宇宙Decentrian是新货币 催生新业务发展的有利证明 以Mana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总额 已超过90万美元 在Decentrian中 用户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Mana 他们可以用于购买NFT和虚拟财产 或者是使用Mana货币 在虚拟世界中游玩 所以当你的公司能够成功将业务模式 移植到元宇宙当中后 这样你的生意销售额一定会持续增长 再加上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多成熟及稳定的货币 在市场上已被大众接受 第三种虚拟办公室 除了上次说的能够带有利润之外 元宇宙也能够孕育新的办公模式 新冠疫情期间 大部分工作是通过Zoom软件远程完成的 如今的线上脏弱软件的确带来了便利 但在使用场景上还是有一些限制 而在元宇宙中 人们可以创建数位会议室 模拟真实会议场景 在保留远程办公便利性的同时 进而优化工作的体验 就以Facebook和Zoom就走在了 将虚拟办公引入元宇宙的前沿 最近这两家公司连续发布了新的工具 以方便创造更避震的混合式工作体验 Holison Workrooms就是由Facebook和Zoom 共同开发的虚拟办公套件 它可以在Facebook产品Oculus头盔运行 而Zoom就会把会议功能和白板功能 引入进Holison Workrooms中 这样一来 用户就可以共享屏幕 共享在白板上写字 绘画 并使用立体声进行沟通 使对话场景更加逼整 通过以上三种的方式 元宇宙已经将人们的部分生活模式 转移到了虚拟的通用平台 未来 通过不断赋能企业 创造商业机会 元宇宙将会在众生两个维度 与物质世界进行更全面的融合 那接下来 我们就看下有哪八种的商业模式 可以结合元宇宙而创造一些新的模式 1.数位资产 NFT让数位价值化 把实体物转化成虚拟物品 也将虚拟物品转化成可交易的实体 让虚拟物品资产化 通过NFT 数位资产 游戏装备 装饰 食品 NFT 土地产权都有了它的交易实体 也让更多实体世界的资产 融入虚拟世界 一般上我们熟知的虚拟NFT 有CryptoPunk CryptoKitty和PLYC等等 甚至在韩国娱乐公司 艺术相关的产业都各自在自己的行业中 推出NFT数位资产 举个经典的例子 三个月台湾的四元元宿基 推出世界第一家NFT炸击店 他们在Overson平台上公开发行 四元元宿基NFT 用每一个OSD货币 大约一美元的价格 发行一系列经典诈物食品 并且表示能以NFT换取诈物一份 上下不到三天 价格涨幅高达350倍 NFT最大的特点在于任何人都能发行 拥有和交易 并且每次的转手资讯 都会自动写入区块链上 一旦写入也无法被篡改 就有交易透明化 四元元宿基发行NFT之举 将有可能促使其他商家跟进 带动台湾餐饮业界的发展 所以不管你真的做什么行业 也都可以考虑如何结合NFT的数位资产 二建筑 有些地主在虚拟空间拥有很多地块 但要建设地块的时间和精力却也有限 另一些有钱的地主品牌公司 只会聘行更专业的团队来帮助他们建造专业的品牌 这两种需求都吹升了原宇宙第三方建筑服务 像Meta Estate和Voxys Architect这类的服务商 这两家公司都提供全方位加密原宇宙服务的公司 可以帮助任何人在原宇宙中建立存在感 他们为广大用户提供包括买卖 租赁原宇宙地产 搭建以及澄清式体验 营销策略及活动执行 广告 可穿戴周边设计在内的各项服务 三地产租赁 与现实世界的地产行业一样 租赁与买卖也存在于原宇宙 根据CV Analyst的统计数据 许多地主持有多个地块 一些地主购买的地块并非是为了买卖 而是做长期投资之用 地主也可以把闲置的土地 租给想建设或云运的人 因此就催生了一个原生市场 四 游戏项目 游戏项目由于本身的虚拟属性 更容易植入原宇宙空间 比如The Sandbox 便是一个市区驱动的区块链游戏平台 创造者们可以在区块链上 将体数资产和游戏装备 NFT化 当然游戏也可以是其他 某个原宇宙平台中创作的一部分 这种链上游戏 由于场地等体数资产和游戏装备 NFT化后 玩家获取了投资NFT和游戏 游玩的双重体验 5. 销售服装 原宇宙永远无法替代现实世界的某些方面 比如衣食住行 从服饰角度来看的话 先下商场到淘宝界面 再到直播平台主播试穿卖衣服 服装电商也就要往越来越立体的方面发展 但是主播毕竟不是消费者 而且往往你看别人穿和自己穿一定也不一样的感觉 但如果能够有一个3D扫描仪 将自己的真实身高等数据扫描出来 形成一对一的元宇宙虚拟化身 去试穿里面同样一对一化身的衣服呢 这毕竟能带动服装电商往另外一个层次的发展 KTV本来就是一种视角方式 消费者愿意付出金钱去体验K歌视角 但是线下KTV更局限于地点 相隔千里之外的人不可能专门赴约参加一场K歌 元宇宙居民遍布世界各地 而K歌项目本来就适合指路在线上 所以你可以在空闲的时候 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朋友 在元宇宙的KTV中尽情欢唱 7.数据服务 万物离不开数据 元宇宙也是 项目方想了解地块的主流量等数据 买家想及时了解再收地块的信息 卖家想了解市场的出售价 以便能够在好价前就能退场 玩家想了解哪里最好玩 最热门等等的信息 这一切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 所以专业的数据服务商 势必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8.广告服务 有流量的地方就有广告出现 游戏是元宇宙中最有利可图的领域 营销人员与分销商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媒介 在高人气游戏评价上直入广告 从而引流用户 像MVB Metaverse Billboard的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在元宇宙中做广告宣传的服务商 他们公司很早就在元宇宙CryptoWorks中布局了140多个地块 共250多个广告牌 服务价格为每周一个以太币 你现在看到蓝色的坐标都是MVB所持有的地块 所以若你在未来有意让自己的业务与元宇宙进行交互 那么你就要确保你的世界能够充分满足用户的动机与需求 仅仅依靠微产品定义价值观就能招来客户的时代早已过时 也因此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涌现出一批新的职业或产品 如元宇宙建筑师 场馆设计师 元宇宙建造培训坊 元宇宙游乐项目规划师 或者3D扫描仪等等 这肯定会源源不断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那我们来看看 有其中3个就业新机会将会出现在元宇宙里的是什么职业 为游戏形象换装想必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如今像Adidas Nike Gucci等时尚大品牌已将目光投上了元宇宙 力图在虚拟世界中引领时尚潮流 随着元宇宙用户增加 对元宇宙时尚世界师的需求有越来越高 人们需要专门的设计师来创造装饰 Avatar以符合自己的个性 在这个虚拟时尚世界领域里 IMVU可以说是娇娇子 IMVU是一个线上元宇宙 也是一个世界网站 在今年就开办了第一场时装秀在元宇宙上 在新冠疫情期间 IMVU的增长量高达44% 越火用户有700万 所以像IMVU的虚拟平台 就需要大量的时尚设计师 为他们设计更多的服饰 和引导客户购买NFT形式的服装 并提供穿搭建议 2.资产顾问 你可以将元宇宙中的资产顾问 想象成现实世界的财务顾问 NFT势头正在增长 元宇宙顾问经理也将倍速青睐 因为人们需要资产顾问帮助自己购买资产 提供投资建议 另外资产顾问还负责把握市场走势 帮助客户适当的调整投资策略 3.导游 元宇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 其中蕴含无穷的可能性 跨元宇宙游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旅游形式 你可能需要从一个星球跳到另外一个星球 这样一来 人们就需要元宇宙导游带领自己探索不同的虚拟空间 元宇宙导游需要熟知艺术历史 游戏 曾经是导航和文化等领域的知识 从而为浏览者提供专业的服务 今天 元宇宙只是属于初步的萌芽阶段 在后续这几年 我们一定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生意模式 或者新工作机会 都会与元宇宙的架构和服务关联在一起 但现在很多企业 品牌和创意人士 都还是觉得这服务还是很遥远才会到来 而且也感觉和自己没半毛钱的关系 这就类似20年前谈到互联网的服务 或者10年前的智能手机一样 大家都会保持怀疑的态度 也不会理会这些所谓创新的技术和服务 但有些事情假设我们能提前先了解 如何建立和参与数字市区 以及如何将自己的业务绑定代币 或者网络加密技术的话 这样我们就能比别人会更多的掌握优势 那不知道各位创业伙伴对于元宇宙又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你今天是一个职场人的话 你会开始整理和准备学习一些有关元宇宙的事项吗 欢迎各位在留言区参与讨论和给出你们的想法 好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这个主题影片 那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伙伴们 可以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感谢观看 拜拜 拜拜